大家好,欢迎观看本期视频。 在我国南海南端有这么一座海岛,虽然面积不大,但地理位置十分重要,如果将来进行吹田,可将我国南海驻守防线再向南推进500公里。 此外,在它的周边发现了储量惊人的石油天然气,其中石油储量约130亿吨,天然气储量约7万亿立方米。 此外,还有储量丰富的猛、铁、铜、骨等35种金属和稀油猛结合、可燃冰等。 可以说这一地区是我国不可多得的石油和矿物宝库。 那么,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座海岛?它到底有多重要?将来会不会进行吹田?目前该岛礁现状如何?看完本期视频,你将得到答案。 我们今天要说的岛礁名为琼台礁,它位于南沙群岛南康岸沙中部,南距曾母岸沙约117公里,东距马来西亚约165公里,原本只是一个在水下的岸礁,但是由于珊瑚的不断生长。 目前已经成为一个低潮时高出水面十余米的岛屿,长170多米,宽20多米,礁盘面积约有2.5平方公里,出水沙洲面积约3000平方米。 此岛虽小,但不要小瞧了它,除了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外,其周边还有储量丰富的石油天然气以及稀有金属等。 目前在它的周边光有井就有成百上千口,不过可惜的是没有一口属于我国。 这是为什么呢?我们下面一一到来。 一般来说,提起南海最南端的岛礁,人们第一印象就是曾母岸沙。 但曾母岸沙全部在水下,礁盘最显处距离水面还有17米。 要是说我国最南端且露出水面的岛礁,那就是琼台礁了。 琼台礁原本也是水下岸礁,不过根据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在2010年10月进行的实地考察。 发现琼台礁已经从一个水下岸礁发育成涨潮时也露出水面的小岛了。 涨潮时,露出水面部分长约60米,宽10多米,岛上有白色的珊瑚碎块,碎屑堆积。 按照这样的发展趋势,就算不进行人工造岛,在可预期的时间内,这里也会发育成一座美丽的充满绿色的岛屿。 目前在这座岛礁上只有一棵绿色植物,一株棕榈树,它是我国渔民早年种植的。 要知道,一旦琼台礁正式生长成为琼台岛,那么不仅可以拥有周边12海里的临海主权,还可以拥有200海里的海洋专属经济区。 不过这个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实现起来可能比较困难,毕竟到马来西亚才165公里,那样化现的话,马来西亚人可就不能下海游泳了。 从地图上看,琼台礁北距华阳礁约420公里,距离黄岩岛约1240公里,距离永兴岛约1300公里,距离海南岛约1500公里,西距越南约800公里,东距菲律宾约580公里,南距马六甲海峡1100公里,距离曾母爱沙约117公里,距离马来西亚约165公里。 倘若能把琼台礁吹舔成琼台岛,那么就可以在这里建造一座中转站,从南海经过的船只都可以在这里进行补给,修整,这对保护我国南沙岛礁和九段线内领海的安全,将起到强大的支撑和保障作用。 这样也可以使我国在南海驻守防线从华阳礁再向南推进500公里,这里也将真正成为我国南海的南大门。 正如我们之前视频中所说的,永兴岛,黄岩岛,主币礁在南海北部形成了大的战略铁三角,主币礁,美己礁,永蜀礁在南沙群岛中部形成了相对小一点的铁三角,华阳礁,东门礁,赤瓜礁等加强了内部滚味。 要是将琼台礁吹舔了,就可以再往南形成另一个战略铁三角,那样的话,我国就可以在南海全海域形成战略覆盖,就可以牢牢掌控这片重要的海域了。 同样的问题,既然这里这么重要,为什么我国没有进行吹舔开发呢? 其实,琼台礁原本一直被马国控制,在2008年才出现转机,当时由于索马里海盗日益猖獗,我国决定派遣海军前往亚丁湾护航,而琼台礁正好位于航道上。 从此,我国并开始对琼台礁实行不定期巡航。 由于护航舰队需要轮换,每年三个批次,一来一回都要经过琼台礁,也就是说我国舰船每年会经过琼台礁六次,因此原由我国才实现了对琼台礁的常态化巡航。 下面是有关琼台礁建设的规划,我们来解说一下。 琼台礁跟美济岛、主壁岛、永淑岛不一样,它没有环礁,不能建大的港池或港口,不能大量进驻船舶,只能在台礁上挖一道两个较小的港池,以满足船只驻驳需要,这点跟永兴岛港池相似。 琼台礁机场会建在礁盘西侧,那么琼台礁的港池只能挖在礁盘的东侧,这样飞机和船只进出互不影响。 由于琼台礁礁盘面积小,港池的挖掘尽量不破坏原有礁盘,靠近深水区区域以沉香建港为主。 部分区域可挖低田高,能围则围,不能围的,采取水下沉香,向大海延伸,扩大港池面积。 最终建成一个民用和一个军用港池,满足万吨以下船只驻驳即可。 另外在港池外海修建钉字码头,还可停泊十万吨级以上船舶,为以后增母盆地石油开发中转所用。 琼台礁因礁盘较小等原因,不能像永蜀岛那样建一个大型基地,只能建一个适合修整和日常补给的小型基地。 港池的面积也不会大,不过完全能满足日常需要。 等琼台礁有了前进基地和港池,增母暗沙九段县内海域从此将高枕无忧。 对于琼台礁,你有什么想法?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。感谢观看本期视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